美国两艘航母加上地面部队 还有它的第五舰队跟第六舰队 分别是在这个阿拉伯海这一带 跟在地中海 所以这么强大的武力去支持以色列 而以色列现在的态度就是说 这些我们很念资在资的 到应该是10号为止的话 已经有11,078人在加沙死亡 甚至已经蔓延到了西岸的183人死亡 对他们来讲 都是无辜平民在战争中间误伤而不可避免 那么我想全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所建立的关于战争法 战争罪 跟这个所有的战争人道法里面的 所有的游戏规则 以色列跟美国都一脚踢开 而一脚踢开的原因是 因为我受到攻击 因为有反散主主义 因为我曾经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在所有的强势的这种语言里头呢 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到在西方 对于以色列的谴责的声音是很薄弱的 或许你有很多的人民在街头 或许你有少数的政治 或者少数的媒体去讨论以色列是不是 超越了他应做的作为 那或许你有很少数很少数的政治人物 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被针对性 而且非常强烈的压力 去迫使他们必须要去防御 他们自己所做的作为和他们的看法 甚至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跟未来前途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角度上 他的决心是非常的强 因此我每次讲到这事情 我都无法讲下去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痛苦 是因为看到这个以正义为名的这个军队 对于其他的人的生命 就是用这种草菅人命的态度 而且是认为非如此不得解决他的问题 这些人只不过是战争中间的误伤而已 那这个态度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痛苦 但是除此以外呢 他们所使用的武器 难道不是也是非常的非人道吗 如果我们简单算算 美国最近通知国会 要向美国移转的 要向以色列移转的SPICE 就是那个华翔炸弹 他可以更精准 更外科手术式的那种 250磅的小型炸弹用导引的方式 去智慧性的轰炸对方 但是表面上来你可以更精准 事实上你可以造成更大的损伤 那么已经使用了到今天为止 白鳞蛋 地狱火 里面加上了温压弹头 可以使得在他附近的人 因为窒息而死亡 现在要再加上这个SPICE 它的中文名字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这个华翔炸弹 你已经看到他们使用 这么多高规格的 甚至极不人道的武器 在处理巴勒斯坦 在加萨那边的人民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世界如何可以袖手旁观 怎么可以视若无睹呢 更何况我们本来就知道 加萨有一半以上的人是 青少年跟儿童 所以你看到那个一个一个的 青少年的呼号 今天没有错 以色列你是绝对对的 今天你没有把他们全部杀死的话 他们就是你的后患无穷 因为你对他们这么残忍的这种伤害 你想想那一个起来哭喊说 我希望能够见到我的脚的小女孩 那个好难过 他们会如何的痛恨 以色列的这个政权 会如何的痛恨纳特亚虎 会如何的痛恨美国 所以今天的美国跟以色列 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 非常深的泥闹中间 或许反散族主义是 犹太人长期以来 所遭受到的痛苦 但是今天加租在 巴勒斯坦人身上的痛苦 绝对是必须要人类所正视的 那个Spice就是 美国CIA局长去以色列 说你要炸准一点 不能乱炸这样 所以才从JDM换成Spice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JDM动不动就是2000磅 所以他现在减少到250磅 炸得更准就是 可以精准杀人 可能可以减少伤害到富足 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这个 因为现在已经在交战中 交战中 用嘴巴讲话是没有用的 这个只能够 尼尼要展现为力量 那你去看那个 阿拉伯跟伊斯兰的峰会 请问他做出什么决议 就只有谴责 为什么你这些国家 不对以色列立即实施 集体断交 然后集体经济制裁呢 为什么没有 所以如果你连阿拉伯 伊斯兰的国家 都做不出这种决定 你怎么能够期待 更远的国家 或者非穆斯林的国家 来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呢 你怎么不去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事实上1973年 叙利亚跟埃及打以色列 那以色列事实上 第一时间是被打败了 那是美国介入 那石油国家做了什么事 禁运 是啊 隔年就禁运了 隔年就禁运了嘛 针对美国 针对整个欧美 那为什么当年 你可以拿出这个肩膀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 我跟你讲白了 就是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哈马斯嘛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同情巴勒斯坦的老百姓 那可是也乐见美国跟以色列 把哈马斯干掉 我认为就是这样 不然你去看嘛 伊朗一大堆叫叫叫 没有看到他真的出手啊 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 不是说要出手嘛 到现在也只有射火箭弹啊 所以你如果说你当时 国的周边国家都没有出很大的力量 那你其他国家怎么会被卷入呢 所以我是说这个 这里面我们在讲说你面对一个战争 我早就讲过这个逻辑了啦 要嘛就是以色列打哈马斯 打得非常不顺 那要嘛就是国际恐攻开始了 可是没有看到 或者是巴勒斯坦的周边国家 做了极强的手段 做制裁啦 然后让以色列极为痛苦 比如说我能源就禁运啦 那以色列也不是能源生产国啊 那你美国就去帮他运石油吧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啊 对不对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